華南銀行響應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在菲律賓籌劃的馬尼拉分行 日前在馬卡地市舉辦了開業酒會 吸引兩百多位金融界與商界的人士 呂飛臺商和臺器幹部出席 場面盛大熱鬧 金融界與臺商企業 贈送的祝賀花籃相當顯眼 貴賓們也陸續抵達 菲律賓香哥里拉大飯店 為了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 華南銀行從去年九月開始 就開始籌備前進菲律賓 分行設在菲律賓境內 堪稱為金融區的馬卡地市 開業酒會由華南金控 暨華南銀行董事長吳當傑親自主持 即將接任菲律賓中央銀行副總裁的 艾斯皮尼亞 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 以及喬委員黃世摩等人都到場祝賀 吳當傑致辭時表示 菲律賓是東協創始國之一 近年經濟成長迅速 擁有人口紅利優勢 加上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大刀闊斧進行各項改革 帶動投資及消費 創作就業機會及個人所得 將成為華南銀行馬鈴拉分行的開展力機 馬鈴拉分行成立之後是有三個期待 第一個期待當然是希望馬鈴拉分行成立之後能夠扮演一個 這個跟華南銀行以及菲律賓當地在金融網來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第二個我們希望馬鈴拉分行可以提供更優質化的一個金融的服務 包括創新包括熱誠跟信賴 那麼當然第三個我們的期待就是希望馬鈴拉分行在這裡設立據點之後 能夠配合政府的政策深耕整個東協的地區 艾斯皮尼亞則表示華南銀行到菲律賓設立分行 可以進一步促進台非經貿關係 林崇煥也表示目前已有中國信託 趙峰國泰施華元大合作金庫 低銀行以及華南銀行等七家台資銀行在菲律賓營運 還有四家正積極籌備前進菲律賓 最後嘉賓們與華南銀行高階幹部 一起為馬鈴拉分行開業主持啟動儀式 與會人士響起熱烈掌聲 精彩的祥師憲瑞也為開幕討個吉祥好彩頭 台灣網路律師王永鑫菲律賓馬卡蒂士採訪不到